今天做了一个页面,也是一个方案,是用Wordpress搭建外贸B2B网站的,这是一个服务,下面给各位讲解一下 这个方案讲的是,我们帮客户做外贸网站,英文的,B2B的,是在Azotra主题弹幕演示站的基础上做的修改 这个方案是没有在线支付,在线购买的功能的 网站的栏目也是比较实用的,有主页,产品,关于我们,联系我们,联系我们有表单 网站采用的技术方案是Wordpress, WooCommerce,Elemental Pro插件,还有Azotra Pro主题 用的是SiteGround主机,或者推荐用SiteGround主机 网站建设的服务费用是5000,工期是两周 我们可以签合同,提供纸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 玉米和主机推荐客户自己购买,我们也可以帮助客户带买主机 SiteGround的主机第一年的价格是有优惠的,750,次年续费是1500 另外客户还可以选择每年1000的技术服务费 购买这套兼债方案的同学赠送这三个产品 一个是Elemental和Azotra主题做网站的教程,原价是199 送一个9折的优惠券,也就是1折购买 第二个赠送的是Azotra Pro主题的终身正版授权 还有Elemental Pro的插件的一年正版授权 这个Elemental Pro到期之后也可以不续费,也可以续费 如果不续费,前台没有任何影响 只是后台的Pro功能被关闭了,变成了免费基础版 为什么选择这套方案呢?先别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为什么要选择SiteGround的主机 是因为它比较有名,用起来比较省心,速度快,缺点是价格有点贵 第二,为什么选择Azotra主题呢? 因为这个主题的免费版用户特别的多,而且体积小,速度快 就算是Pro版,我们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开通,需要那部分的功能 为什么选Elemental插件呢?是因为这个插件的用户多,知名度高,成熟,完善 为什么选Wordpress系统呢?因为它免费,开源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用户量相当大 而且这个系统一直有很多人在维护更新,在后续安全方面有保障 我们帮客户做网站,那客户需要做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先选择模板,下面有模板库,一会再说 还要提供文字和图片资料 另外选模板的时候要留意一下这个模板怎么改 比如模板网站上有很多块,哪些块是要去掉的,哪些块要改成什么 客户在选模板的时候有一个计划吧 这个建签方案是不包含网站设计,图片设计,文字交对,翻译工作的 这些都是客户提供的 另外网上有很多免费可商用的图片,视频 这个我们可以提供网址,客户自己从哪里面去找 我们帮客户实现网站 下面说说模板 这是阿斯川主题的模板库 目前一共有230套模板,也就是230个网站 这是选模板的地址 这些模板网站目前都在国外服务器上 我们国内直接访问的话可能会比较慢 我们的工作是在网站模板的基础上进行修改 修改配色,字体,布局,菜单,页头页脚等等 我们把模板网站变成客户想要的网站 首先客户要准备资料,而且要准备想要什么样的网站 一个修改意见 网站最终的效果,其实也可以评估的 可以多看几个这种模板网站 基本都是这个样子,大差不差 只是颜色布局不一样 内容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看了很多上面的模板网站 都觉得与你心中想象的差很多 那最好不要用这个方案 最后说一下建议 我觉得网站的本质就有两点 一个是内容,一个是形式 在实际做网站的过程中 经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那就是在形式上花费大量的时间 精力和金钱 我觉得这是不太值的 因为用Wordpress主题模板做网站 它的特点就是性价比 因为它已经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模板样式 我们直接拿过来进行简单的修改 直接上线就可以了 我们重要的是内容 好,以上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收看 有需要的同学可以联系我 给我发私信 我是Ochaya 我们下次见